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年多了 下一步的打算是 先完成学业吧 你不都毕业了吗 我毕业了 我想今年考研 然后我俩结婚 找工作 先把这些毛动解决了吧 主要是 因为我们两个两年多来也产生了很多毛动 男生说你想多了 能不能走到那天还不一定呢 因为有很多的冲突 是吧 都有哪些毛动啊 说来给老师们听听 他大学期间业余时间做一下人力资源 当时他就结交了很多女代理 然后他就为了维系他们的关系 他时不时地请女代理们吃饭 喝酒 一喝就喝到通宵 还要送他们回家 基本上每次回家到第二天早上吃早饭时间了 因为我干这个东西都是 我们每天都必须得通过了解对方 去完成更好的合作 你了解对方干嘛啊 比如他在哪个学校嘛 然后我要去通过他 然后去深挖这个学校的资源这些 然后请他吃饭这些 我觉得是你所应当的呀 为了合作偶尔吃个饭可以 但是没必要 他整个通宵去喝酒 因为他有女朋友 而且那些是女代理 我就觉得真的没有必要 但是这里面也不止一个我一个男生对吗 也有好多公司里面的 同事大家都一起对吧 工作本来就已经很晚了 然后大家说起信去喝个酒 更可气的是 有些女生她确实 不管别人有没有男女朋友 她也就不管那些事 反正她们自己喝完酒 也叫我男朋友接她们回家 然后我男朋友她也去接 但是这个我觉得因为送到嘛 然后就送人家回家 但是我真的又没有发生啥 而且我们仅此与朋友的方式去 顶多是合作好吗 还有她跟她的那些女代理们聊天 反正那些女生也是嗲里嗲气的 我就听不惯 我觉得而且发了一些表情包 我觉得贼恶心 我就 发什么表情包 就那种什么 怎么个嗲法呀 学一下 亲爱的 咋了 你能来接我一下吗 就那种有配图吗 不是 对呀 这就奇怪了 你们又不在一起 你为什么要接呢 这个解释不通吧 好 行 这件事我明白了 叫 以工作之名 在你的眼里 行 暧昧之事 但是男生说 我没有行暧昧之事 我就是正常的工作 对吧 这是第一个矛盾点 还有吗 还有上次 我们韩家那会儿 我俩 刚放假 然后我俩在一起 当时我就拿着他的手机 去刷抖音 然后我刷到他 给他前女友 关注了 然后点了赞 我就当时就觉得 他是不是跟他前女友 还有联系 然后没有告诉我 然后我当时特别生气 我就把他手机 直接摔在地上 两年了 难道你不清楚吗 就是我跟他 就没有任何联系 那个刷抖音 有可能会推荐的 熟悉之人 对吧 对 是可以给你推荐 但是你关注这个事 如果你不特意去关注他 我怎么知道 对吧 然后当时 他们互关了是吧 他关注了 他前女友的 他前女友没有关注他 没有 还关注你了 那已经是两年前的事情了 我问你 你给你前女友 有没有互关 互关 两个都互关了 还互关了 你看 你都没发现 互关就把手机摔了是吧 对 所以我当时特别生气之后 我就把他手机摔了 然后他把我就 这推了一把 然后我就当时就受不了 然后他直接给我一巴掌 所以女生是在意他 关注了他的前女友的抖音号 还是在意摔了他的手机之后 他愤怒地推了你一把 最在意的是他关注了前女友 然后其次是他推了我 行 这个重要顺序已经排过了 不仅这一件事 就是好多 就有一次我们俩去做了个兼职嘛 因为我们在一个生产线上做兼职 一个生产线上本来有那些女同事 平常工作或者业余 我们会说说开玩笑 有一次就是中午休息 我没去找他 因为我还有点工作没完成 然后我跟那个女同事 我们两个边说笑边工作 然后他过来拿着水果来看我 结果看到我们两个在说笑嘛 他直接把水果扔到我脸上 还有身上 导致人家那个生产机器 第一是生产机器会了 第二是那么大情广众之下 我丝毫没有面子 我每次休息时间 我过去找你的时候 你都是这样 你当时看到什么了 你要把这个水果摔出去 我当时看到他就 他用手把那女生 然后他就反正就是动人家这样 然后他们虽然是在聊天 但是他动人家 我就觉得 我有动吗 我们两个就互相对吧 我不止一次了看见这样 你每次都这样 你看到时候我们两个就互相对吧 然后因为那个有时候 你们互相哪个吧 没听明白 就是我跟那个女同事嘛 就开玩笑的时候 人家可能就随意碰到 我的知情这些活着 对吧 他开了之后 而且不止一次啊 因为我们在生产线 我就在他的旁边 我上班的时候 我也能看到他们在聊天 你可以跟我私下对吧 私下你可以拉我过去 咱们两个解决对吧 你可以为何要在大型广众之下那样 而且就因为这种事情 你直接被人家老板 直接吵了鱿鱼对吧 至于吗 我当时就觉得 大不了吵了就吵了 反正我也豁出去了 我当时就这么想的 就特别生气 按你的说法 你男朋友算惯犯是吧 一贯性的在生产线上 跟这个女同事调笑 是吧 对 而且动手动脚 是吧 对 还有就有一次我们两个在街上逛街嘛 当时他手机我拿着嘛 然后就微信响了 有一个男生嘛 给他发消息 说你在哪呢 然后我当时说问他 我这是谁 他说 就一个同学啊 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嘛 打过去之后 他听到我声音直接挂了 我说 你说不说到底是谁 他说 就一个同学呀 然后我就直接走了嘛 我就觉得单纯的是同学 所以我就没必要再跟他多解释 反正 是单纯的同学嘛 来的 真的 他为啥要问你在哪呢 他可能是刚好有事找我 有事 你可以打电话过去问一下 有啥事呀 我当时 对啊 我当时 所以让你打了 但他人家挂掉了 不关我事呀 你就直接说出来 何必了 不是我特好奇 为什么你要去打这个电话呢 他就当时觉得 别人问我 你在哪 就感觉像是我 跟那个男的提前约好了 然后人家直接问了一句 你在哪 所以他当时生气 他就把那个电话打过去 然后我跟他解释他不听 然后我还拿他 他就把我一把甩开 然后我当时也 反正就特别生气 我就也 再没管别的 我就 跑到马路中间 我就直接往车上跑 然后 差点撞到一家车 你往车上跑 对 当时我因为他 我就觉得他不信任我 我就 特别想不通 因为这也是 他差点往中间跑嘛 然后我就冲过去抱住他 然后 因为要那个惯性嘛 然后我们两个都同时跌倒 然后互相都 腿上都受伤了 哎呀 您的脾气真大 摔手机 砸苹果 那就算了呗 干嘛还自己往车上撞呢 您这恋爱谈的 还是别谈了嘛 你谈这恋爱干嘛 他每次吵架 就根本不顾后果 我们是我闺蜜介绍认识的 然后我闺蜜跟他是高中同学 嗯 他们一起玩了三年 就对彼此的兴趣爱好啥的 而且因为比我认识的早 所以也比我熟悉那会儿 我跟他谈了两年时间嘛 然后那会儿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俩总是有说有笑 我们三个一起聚个会吃个饭啥的 他们俩就聊得特别起劲 然后我每天都插边话 还有他们每天就微信聊天 我也不知道他们在聊什么 既然都那么熟悉 为啥还有那么多聊的 这个我就觉得更可笑的 咱们两个认识是通过你闺蜜认识的 因为我们两个高中三年 本来就是同学啊 我们当时啊 因为这三年了 我们因为就是基本上 就是以哥们去相处 我们根本就对吧 没有任何 跟你根本就没有任何的隐瞒好吗 因为我们两个可能会聊到那些高中 我们曾经老师同学 可能有啥有趣的事情 我们会聊一下 你们三年的事情就聊不完吗 那么多吗 我们塞的这一期 如果说你不叫你闺蜜 没事呀 我也可以呀 对吧 但是你每次非得叫你闺蜜 对吧 我叫她是你跟她聊得起劲的理由吗 你把这点谈的还挺有意思啊 也不分手 就这种 有那么一段时间 这种情况 就真的很常见 常见 还有一次就是 还有一次呢 异地嘛不是 她对莱征上学嘛 然后我们两个QQ是互乖的 我们看到她的QQ发消息 就有一个她的蓝同学 还是蓝同学 反正他们是老乡 就常以方言交流嘛 然后每天就发消息说 吃饭了没 然后要不咱们一起去吃 就这种事 特别常见 我就当时脑袋里 涌现出一个想法 就直接感觉没啥意思 就直接分拔 然后当时我就直接 把她拉黑了嘛 也没有跟她解释 就直接把她 所有联系方式 都拉黑删除了 就直接当时 既然QQ是关联的 我能让她看到 我就肯定是 而且我每次跟她 我不管跟我那个同学 去吃饭还是干啥 我都是提前跟她 告知她的 我提前跟她说了 我就觉得 因为我们单纯的同学关系 我没必要 就跟她解释太多 我就觉得她相信我 我就没必要去解释 这些东西 没必要去解释 而且QQ是关联的 她也能看到 我们彼此发的消息 所以她在生产线上的时候 她就在想 你看我们都在生产线 我在你眼皮子底下 我开两句玩笑 又有啥呢 你不是也很愤怒吗 对啊 你可以换位去思考一下 别对啊 还换位思考 但是我真的就没有 但是这是一点 但是她当时 直接把我拉黑了 她直接扔走了 我直接联系吧 我觉得这个东西 咱们可以提前说清楚的 还有一件事 最让我气愤的 就是有一次嘛 因为我们做这个东西 就有时候会谈一些 人力资源 那些老板这些 我们有一次谈业务 我出去跟她说 然后 当时 我谈完之后 她打电话说 要我去吃个饭 然后我出去之后 刚好碰见她了 她就在那个地方 我当时想不通 我说 这么大地方 你怎么就碰晓得这样了 然后当时就老子想了一下 然后后面嘛 有一次 她要 她打电话 扣我说 要出去游玩 然后 我当时不想出去 我就撒谎了 当时我就是撒谎了 我说 我现在在朋友家 不方便出去 你先去吧 然后人家就直接生气了 就说 你在家里面 然后给我撒谎 说你在朋友家 对啊 你明明在家里面 你不想去 你可以直接说 我当时就 更奇怪了 我说 你咋知道我在家里面呢 对吧 就偶尔有一次 我翻手机 就看到了 她手机里面 给我安装了一个 追踪定位系统 那是因为 你每次都不告诉我 你去哪儿 你这要有意思吗 搞得我跟个 一个北板一样 对吧 所以我所有的隐私 这些都没有 任何的保护 但是要是你 但是要是每次你去哪儿 你都提前告诉我 我也不会这样啊 所以 我理解不知道 对不对啊 男生今天 恐怕是来分手的吧 不是来解决矛盾的吧 我觉得 你就坦诚都说嘛 你要跟他分手嘛 你不敢说嘛 你怕他极端嘛 是还是不是嘛 说实话 两年来 有很多矛盾 而且 有时候他 对我也确实是 无微不至 但是我觉得 就是那些 所谓的无微不至 和你所谓的 心里的点好 你们两年 这么折腾下来 还剩多少 不多了 对啊 你不是今天来分手吗 你就不敢说吗 你要我们当枪使吗 对吧 我们可以给你当枪啊 你得让我们 当得明白啊 你是不是要分手 如果说 别如果说他改不了 不知道你后面那词了 来 分吧 允许他离开吗 说实话 不用信 就是 我觉得 这是我的东西了 我觉得我是有所有权的 对吧 我觉得要甩 也是我甩你 你敢甩我 我肯定要奔车而去 是这意思 有意思 你觉得他爱你吗 你觉得他还爱你吗 我觉得他爱 他那么爱你 他为什么 总喜欢跟那些所谓的同事 出去玩和喝酒 他那么爱你 为什么在工修的时候 他不跟你在一条生产线上 你聊天调笑 而是跟那些 其他的工友 在一起聊天调笑 没想过啊 所以看出来 男生是在现实里 分不了这个手 不敢分 太被极端化了 所以来了这儿 不接受是吧 不接受分手 得嘞 今天你们四位 有烫手的山芋了 让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女生此刻是理性的吗 是清醒的吗 清醒的 那我就放心了 你一定要清醒 一定要理性 他和你之间 真的不合适 这个男生是不是一种 自来熟的那个男生 他和异性很容易打成一片 对吧 对 你有危机感吗 有 当然有啊 因为 恋爱中的男女 很显然 和异性是要有边界感的 但这位男生 破耳光啊 在大庭广众 东西说摔又摔了 男人是最要面子 我认为你们这段爱 真的不能再维系了 他的 没有边界感 对你来说 是破了底线的 你接受不了 你的极端强势 他接受不了 他和你之间 真的不合适 谢谢破红秀 来一位老师 有时候我们说两个人不能在一块吧 咱说不合适 未必是两个人都不好 只是他们不合适 当然你们这段关系啊 我必须得说一句 我个人认为 你俩都不好 在恋爱当中表现都不好 我有时候也奇怪 为什么两个人明明不合适 你俩就关系处得这么扭曲 两个人非得要赠着命的在一块呢 首先第一我要说小伙啊 你一个还没毕业的学生 你做什么 往好听点说人力资源 你问没问过 请教没请教过前辈 谁做人力资源要做好 用你那种方式来维系工作关系 这是职场上的正常操作吗 你告诉我 还有就是 在工作场合跟自己的女同事 她有这个打打闹闹 别的我就不说了 就这么花 你就跟个狗皮膏要似的 你贴着你就戒不开了 你们都是有男女朋友的人了 男女朋友对你们 没有那么大吸引力 没那么大吸引力 出什么劲啊 怎么都觉得 关系之外的异性更有意思啊 你会跟老乡更多的 这个唠生活起居 今天怎么样 起床了没有 哪来那么多话 有话不能跟他说吗 还有你 跟女同事也好 女客户也好 打成一片嘻嘻哈哈 女朋友你反而得躲着 我就不明白 你们俩出个什么劲儿 其实谈恋爱真正的 我觉得 它的好处就在于 我们 两个人在一起 我们又都很自由 我们来去自如 维系我们的 是我们之间的情感 如果情感没有了 谁是谁的谁呢 好好想想妹子 是不是 谢谢一文老师 刘达老师 有人说呀 说这个女人一旦 爱谈恋爱 就突然变成了福尔摩斯 但是我一直觉得 谈恋爱这件事 它不是抓小偷 在我的感觉当中 你们两个人的这段恋爱 就一直在抓小偷 没干别的事 也没谈 也没练 也没爱 反正 女方去找男方的政治 男方去找女方的政治 你俩这都是 笨着分手的一个过程啊 请问你 装了那个定位软件 发现它有珠子满足之后 你要干什么 请问你 发现它跟它的情侣有联系 你要干什么 请问你发现 它跟你的闺蜜 在一起 有说有笑 你又要干什么 你把自己的男朋友 预设成一个小偷 你把自己的男朋友 预设成一个渣男 你跟他在一起的每一天 为的就是去找 证明这个人 是一个渣男的政治 这是在谈恋爱吗 这是爱吗 你如果认定你的男朋友 就是这样的一个男人 那你要么然你就接受 要么然你转身就走 你想要去修理他 想要治理他 想要把他掰成 你想要的那个男人 是不可能的 他心里惦记着前女友 放不下 你骂他两句 跟他闹一闹 他心里就放下了吗 我告诉你 他会更加怀念前女友 他跟女代理们 天天出去喝酒 喝到凌晨 还早上起来 吃个早点 你跟他闹一闹 跟他说一说 他就能不去跟那些女代理了吗 我告诉你 不会 他只会做的 滴水不漏 下次不要你发现而已 安全感是需要通过 他的中中间间的事情 来给你解决的话 那你这辈子都不会找到 一个男人 能够给你带来安全感 我们一直说 女人的安全感 要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自己 给自己的底气 这个底气就是 我有一天 我有能力 说走就走 因为我对自己 足够的事情 所以 东上走出 在恋爱当中 女人要给对方 足够的空间和信任 那么男人要做的就是 珍惜这些空间和信任 但前提是 相爱 你们两个人 没有 就算了 谢谢 谢谢小大老师 李娜老师 无事生非 无理取闹 无中生有 这不就是你的恋爱的 整个的主题吗 就因为太险了 没事 而且恋爱 过了一个最高浓度的 甜蜜期了 无聊 这么无聊干嘛呢 这都哪事啊 我如果不去采取一点 福尔摩斯特推理 我的恋爱将如 一坛瓷水 那多无趣 所以我就是没事 我也得往他头上 就是扣点声啊 我要不发点脾气的话 我的这个恋爱 做不去 我就要靠发脾气 和制造一点波折 来使我感觉心在跳动 仿佛我还在爱着 这不就是这一段恋爱的主要原因吗 姑娘要是把你自己就是 没事制造这些事端的能力 放在考量上 你今年保证过 你过了以后 你就会发现 我接下来的人生 还大有追求 好多师哥比他长得撑通 而且师哥不送礼拜 那个时候你再说 我打死不分手 我算了吧 我先打死把课业研究好 然后跟男生说 你努力哦 考上研了以后我们再说哦 所以谈什么未来 谈什么以后 谈什么我们俩分不开 哪有那么多的憋屈 哪有你分不掉的手 小伙子 我现在说一下 自己装得可可怜怜的 然后好像女朋友把你弄得 只要分手 你就会遭遇什么不测试的 不存在不可能 因为你和你女朋友是一样的人 无众生有无始生非 无理迟到 就像你同样会落黑 他的QQ是一样 你难道不知道 他跟那男的聊什么呀 天天都看着的 看着的也要删除 为什么 就为了震慑一下他 为了捏一捏自己的心 让自己体会一下吃醋的感觉 培养一点假想敌 要不然一个人读书太过去了 对吧 假如你们都忙得要死 又是学生会了 又是考研了 又是忙着准备面试了 又是忙着搞答辩写论文了 你们哪来这么多时间 互相抓这个 抓那个扔苹果的 扎手机的 刷抖音的 就是无聊的两个年轻人 你们爱分不分 随便 谢明达老师 你们这是生活吗 谁干一个什么事 在职场里靠吃靠喝酒的 没有 电视看多了 人脉这个词 电视看多了 短视频看多了 哎呀 我做个什么事 自己都不努力 谈什么人脉 家教哪去了 一个大学在读的一个女生 看到自己的男朋友 就算跟别人嘲笑 你可以转身就走 怎么会把那个苹果和水果 咔就摔在机器轮 摔在这个脸上呢 短视频和电视剧看多了吧 那是桥段需要 现实生活里只有波幅才那么做呀 正常女性不会的 更何况你还这个 受过高等教育的女生 吵玩架以后往车上去 电视剧的桥段啊 你们是谈恋爱的吗 米娜老师有感 无聊 不是生非无中生有 是这个事吗 回到正常的生活里 该考研的考研 该毕业的毕业 所以两位 该分手分手 该干嘛干嘛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两年来 虽然咱们有过很多的矛盾 也有过 为互相的付出 能不能走下去 我觉得我们两个都需要 互相的改变 两年多了 也经历了一系列的矛盾 然后经历了这么多事 但是我们毕竟已经在一起两年了 我们还是考虑一下吧 互相各自考虑一下 谢谢两位 请回请回 谢谢你们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 02-2360-6301 有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咨询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来吧 预测一下吧 我红兄 女生从前面的不许分 到真情60秒的考虑一下 我认为这是进步 但两个人分手对谁都有好 男不出女出 叶文老师 我想应该也是这样的吧 男不出女出是吧 对 女孩不舍得 沙娜老师 我觉得他俩都不会出来 米娜老师 其实我跟沙娜想的一样 我也觉得俩人不会出来了 但至于这个手要不要分呢 随便 来我们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 请开门 来我们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 请开门 来 来吧 我们来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